在網路上很多人會講到說 音波打完它是沒有效果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就要 回推去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新衣食上美學的 陳博之醫師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音波這個話題 一般來講到25歲以後 皮膚就開始出現 凹凸垂咒的一些問題 那凹凸垂咒呢 它是發生在不同的位置 像我們活動比較頻繁的表情區 可能就會出現咒紋的情況 那像抬頭皺眉餘吻這些情況 我們常常會打漏毒去解決 但是常常打漏毒 也沒有辦法完全去俯規這邊的細紋 那另外在嘴邊漏 或者是說法令這個地方 會出現下垂的情況 對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能學要去做一些 可能類似像消脂 或者是拉提的一個治療 那另外還會出現像凹陷的情形 像我們的夾凹 或是太陽穴 也就是所謂的浮起功的地方 也會出現一些 容量缺失的情形 所以像凹出垂皺的情形 我們就需要去 用美美手段去解錄治療 那我們音波呢 可以在這個地方 比照什麼樣的一個角色呢 其實我覺得音波來講的話 它比較有效的 是在做一個緊緻的效果 那當然這個緊緻 如果說我們的量夠大 然後能量也夠強的話 它的確是可以起到拉提的效果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 會看到很多人 就是打完有立即性的一個拉提 就是左右臉並行的不一樣 那在網路上很多人會講到說 音波打完感覺沒有效果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就要回推去看一下 它所謂的效果 是什麼樣的一個預期 有些人覺得 所謂的音波打完的效果 是要說我的法令 我的嘴邊全部都不見 那有些人覺得效果 是只要看起來皮膚比較緊緻 有一點光澤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對於效果的預期不一樣呢 就會讓你對這樣的一個治療 彈射不同的一個評價 那我們來表解一下 音波它的原理 音波它可以分成 好幾個層次去做治療 因為它其實是透過音波 去聚焦到某一個深度 所以我們會常常聽到 1.5 2.0 3.0 4.5 6.0 這樣的探頭 那這樣的探頭 它其實就是說 把能量打在不同的一個深度 比如說像4.5 就是把能量聚焦在 我們距離表皮之下 大概0.45公分的 這樣的一個深度 那這樣的一個深度呢 它的位置大致上是在我們 肌肉上面的筋膜層 比如說像這樣子一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 下面是脂肪 下面這個就是肌肉 那肌肉和脂肪交界的這一層膜呢 叫做筋膜 那就我們常常吃什麼 像是牛肉啊 或者是什麼羊肉 你會看到那個 里肌肉外面有一層膜 那個膜就是所謂的筋膜 那這個筋膜被加熱 它會收縮 就會起到拉提的效果 所以呢就可以讓我們的皮膚表層看起來 更加的緊視 甚至如果量夠多的話呢 就會有輕微的一個拉提的效果 所以我們4.5的探頭 基本上每個醫師問下去啊 大概是他們打最多的一個探頭 那你會聽到3.5的探頭 那是打什麼 那就會打到它的淺層脂肪的部分呢 打到淺層脂肪呢 當然它就會有 輕微的溶子的效果 因為我們溫度加熱到6-7度以上 脂肪細胞會開始凍結 所以呢我們的脂肪 就會有一些輕度的消融 它可以請到一個小範圍的雕塑 像我們嘴邊肉度很小的時候 那我去反覆的這樣打 那其實可以讓這邊的體積變小 所以呢 音波它也有消脂的效果 除此之外呢 如果說我的溫度沒有加到這麼高 大概加到可能50幾度左右 它也有擬鳳凰的效果 什麼叫擬鳳凰呢 我們鳳凰電波有什麼原理 它是把它加了到50度呢 那可以刺激我們皮下的膠原增生 所以今天呢 我如果用音波把它加在這個層次 它也可以刺激它的膠原增生 那表皮看起來呢 就可以看起來更加的細緻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音波 作用在不同的深度 可以達到不同的效果 剛剛講到的3.5 可以消一點脂肪 然後並且刺激一些膠原增生 4.5呢 可以打在肌肉筋膜 起到我們拉體的效果 或者是說 不要說到拉體啦 可以起到緊緻的效果 那至於說 音波在什麼時候去施作 是最好的時機呢 我會認為 音波可以作為 醫美的一個入門款 也就是說 它第一點它是非侵入性的 第一點它能量是可調的 就是你隨時可以暫停 那在這樣的一個治療過程中 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可以接受 這樣的一個疼痛感 以及這樣的一個消費 那我們音波的治療呢 你要要求說它一定要達到 非常緊緻的拉體效果呢 這個可能就是 有點不高的期待了 但是它為什麼很適合 放在我們第一步驟 去做一個前端的治療 是因為說 我拿衛生紙做個比方好了 這個最外層是我們的皮膚 中間呢是所謂的脂肪 在裡面呢是肌肉 在下面呢是深層脂肪 再來到骨骼 如果今天我做線調 或者是我直接在底層做韌帶拉體 做玻尿酸或一連式的韌帶拉體 它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我預期的是說 我把它拉起來 我把裡面拉了一公分 外面就會上升一公分 所以我有很立即的拉體效果 但是對於皮膚比較鬆弛的人而言呢 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原本大家都是垂的 裡面垂外面垂 但是現在當我把裡面拉起來的時候呢 外面其實沒有拉起來多少 為什麼 因為這個厚度呢 它是很舒適的狀態 所以常常有些人他埋線埋完了 他還沒有看鏡子的時候說 哇我覺得我臉好崩喔 應該已經整個都拉起來了 結果鏡子一看 好像沒有改變 為什麼 是因為它裡面緊了 但是外面很緊 那為什麼要先打音波 因為我們音波呢 打完之後可以讓它變得 整個壓縮 變得很緊緻 這時候呢我裡面拉一公分 外面就上升一公分 裡面拉兩公分 外面就上升兩公分 所以我會推薦說 所有的像是凹陷啊 或是所有的鬆垂啊 皺紋啊 都可以先用音波 做為一個前端的治療 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去做填補 這效果會是更加的 而理想的一個狀態 因此如果說 你回去又再抱怨說 那可能就是 你對於音波它的原理 以及它的目的 沒有很清晰的瞭解 它是拿來做我們 前端的一個治療 有點像是打地基 有點像是整地的一個作用 當我們的地基打好了 當我們的地理瓶呢 這時候你要蓋房子呢 就會四百公分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會一一回覆 那再拜託大家可以 按讚訂閱開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